好继续带您看到花莲县的吉安乡 圣南宫6号上午是捐赠了吉安乡公所2000金米 那么吉安乡长游淑珍感谢圣南宫常年是关怀 吉安乡内弱势家庭 同时把圣南宫的爱心转赠给乡内的中低收入户 花莲县吉安乡圣南宫在农历过年的前夕 新中文并且自发新来捐赠百米 19号并且捐赠给吉安乡公所来做好关怀弱势的活动 非常感谢我们吉安乡公所 我们好联圣南宫每年都会做捐赠百米的活动 尤其在岁末年中的时候 向妈祖学习慈悲慰 希望在岁末年中之际 能够关怀弱势的家庭 那尽了一点点的心力 那圣南宫每年都会持续做这个捐赠百米的活动 那希望在这个岁末年中 希望能够让一些这个比较弱势的家庭 能够感受到这个我们这个社会的人情温暖 那非常感谢我们这个吉安乡公所 由这个香肠代表来接受 吉安乡长余生相当感谢吉安乡 圣南宫长期关怀向内的弱势家庭 让他们感受到满满的爱心 感谢我们圣南宫在每年春节之前 都会为我们带来寒冬送暖 今天带来了1200公斤的一个白米 吉安乡公所会善进物资的转正平台 把我们的爱送到特殊敬益家庭的家户 来作为一个及时的关怀 在年节期间也请我们所有的乡亲 记得要把口罩戴好戴满 太多的旅客游客进入到花莲 我们要保护自己同时关怀我们的家人 再一次提醒大家也祝福大家新年快乐 吉安乡圣南宫主吴建制表示 有感与妈祖慈悲的心 对吉安乡圣内中低收入户的关怀不间断 加上信徒们相当支持公庙散播爱的活动 让关怀力量能够发光发亮 记得终于见相伯了